REP更新的申请其实没有官方的要求 可是ICA极可能向你索取以下的文件 第一就是有效的旅游证件 第二就是你最新的这个文凭证明 第三你的就业证明或者是你的业务证明 第四如果你是21岁以下的话 ICA还会跟你要求出身证明 还有你的父母亲的身份证 具体而言 想要更新REP的PR持有者 只要能向ICA证明 在五年的有效期内 至少有两年半的时间是居住 并且在新加坡是有工作的话 那申请REP呢不会是一个问题 REP更新的批准一般需要大概一到七个工作日 只是如果你的条件不符合 或者是文件不齐全的情况下 可能需要多等一段时间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更新REP一定要趁早 并且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 才能事半功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